公人党今天下午突然召开记者会宣布从即日起开除公人党后港区议员饶新龙的党籍 后港区居民将通过补选选出另一名代表他们的国会议员 李显龙总理授寻时表示什么时候举行补选并没有规定的时间表 总理也说选举是严肃的事 公人党令后港区选民失望 国家眼下有众多的全国客体要处理 补选的事必须小心考虑来看记者薛书贵的报道 公人党主席林瑞连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表示 后港区议员饶新龙近来针对各种不利传闻 频频拒绝做出澄清 破坏了党员和后港区居民对他的期望和信任 因此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林瑞连也表示 后港区居民将有机会通过补选 选出另一名国会议员 林瑞连也指出 饶新龙在工人党担任核心领导职位十多年 对工人党有重大贡献 开除饶新龙的党籍是个艰难的决定 工人党秘书长刘成强也为这项决定 对后港区居民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我们不能够辱后港选民的支持和期望 因此决定开除饶新龙 让后港选民可以再次做出决定 由于这个事件 使到后港人感到困扰 也造成后港区需要补选 我向后港选民抱歉 刘成强表示在补选举行之前 工人党将委派其他议员到后港区 接替饶新龙的议员职务 针对工人党是否会派非选区议员参加补选 刘成强表示不排除各种可能 新传媒新闻记者薛书慧报道 后港区的接见选民活动 今晚如情举行 代替饶新龙接见选民的是 工人党主席林瑞连 他也是阿育尼集选区议员 对于饶新龙被工人党开除党籍 后港区居民反应不异 我们应该不会混合在现在的情况下 所以我认为他应该被处理得更正确 而不是要离职务员 我认为他应该担担担担担 然后可能会降低 只要保持静谱 他应该不太好 因为他应该是正确的 他应该担担担担担担 它不重要给我 谁是 MPE 工人党的议员在后港区补选之前 将轮流负责区内的事务 人民行动党主席许文远说 对一名议员因为行为不当 被开除党籍的事件 他表示遗憾 许文远指出 事态的发展令人感到震惊 任何人一旦进入政坛 就没有所谓的私生活 他相信选民在投票的时候 会考虑候选人的品格 在去年大选中 角逐后港的行动党候选人朱贝庆则表示 他不排除参与后港区的补选 朱贝庆目前是后港的基层组织领袖 至于是否参加补选 他表示由党领导来决定 后港区议员饶新龙遭开除党籍 我国将面临第15次补选 一旦总理决定补选 这将是我国20年来的首个补选 我国上一次举行补选是在1992年 当时举行补选的是马林百列集选区 副总理张志贤就是在那场补选之后进入国会的 当时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是73% 打赢四角战 而单选区最后一次补选是在1981年 当时人民行动党的已故蒂凡纳 为了参选总统而辞去 亦顺区的安顺区的议席 共产党的惹严勒难以51%的选票 在三角战当中胜出 根据国会选举法 任何议席因为议员逝世辞职 被取消资格或者是脱离原属的政党而悬空 才会举行补选 不过人民行动党的翁志忠博士和巴拉吉医生去世时 并没有举行补选 李选总理当时表示 因为受影响的是极选区 极选区仍旧有其他的议员照料 还能够照常运作 但是观察家认为 后港是单选区 补选一定会进行 根据选举法 补选的时间将由总理决定 根据是国际